拜登上來了以後 提出是三合一 就是對抗 競爭 合作 可是您有沒有注意到 這一次悄悄的 把對抗拿走了 對 講的是良性競爭 對 所以也就是說 暫時的把對抗拿走 暫時的 暫時 因為兩邊關係一弄壞以後 又拉上來了 那如果兩邊可以談得下去的話 那麼這個對抗就一直擺在旁邊 然後這個主旋律就是競爭 跟這個合作 然後目前看起來 他們嘗試的要在合作這個領域 已經不再只是氣候問題了 因為看起來他們的合作項目 比氣候還要更廣一些 那但是他們很敏感 因為他們怕美國的國內 因為民主黨現在很擔心 共和黨每天眼睛在盯他們 然後呢 他們本身因為前段時間 都在鼓動民粹主義 現在也被民粹主義制約了 好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局勢在變 台灣現在很敏感的地方是在於 台灣提心吊膽 台灣現在的 我相信蔡英文現在 這幾天她一定不知道 她的情報 她會壓力很大 可是她的情報又做不出來 然後所以她只能靠美國人通報她 那美國人通報她多少就算多少 那也就是說假設 這個美國這次跟中國大陸 假設談了十點 美國只跟你通報兩點 那你也只能知道兩點 因為我估計 蔡英文這個情報一定做不到 中美的這次會談的情報一定做不到 我的判斷 這麼篤定啊 沒有這個本事嘛 你要有這個本事 你才有 你連盟國的情報要做得特別用力啊 但是問題就在於我估計 蔡英文的團隊 美國的情報做不出來 那大陸更不用說了 所以在這一次中 蔡英文她一定是在局外人 不知道中美談的什麼東西 談到台灣會談到什麼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目前來講 蔡英文跟她的團隊 確實目前來講一定是提醒掉來的 好 可是亮哥你怎麼看呢 就是台灣在這一次來講 是個百分百的局外人嗎 可是看起來似乎又不是啊 我們看到了這個雪曼呢 其實在昨天訪問了這個東京 他跟日本防衛大臣 岸信夫呢 有特別提到了 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所以我們當然也會高度關注說 25號的時候 他訪問天津的時候 會再度的拋出台海議題嗎 也就是說呢 台灣還是扮演一定的角色嗎 還是說美國死也不會放過台灣 你知道嗎 我這個用語也是美日聯合宣言的話 G7也重新重複這個話 然後韓國也重複這個話 所以這個只是共同用語 其實這個Wendy Sherman 他的經歷 真的跟兩岸沒什麼關係 他的經歷 他是從兒童福利工作開始的 然後後來房立美也參與 然後後來主要 他是在做北韓的核子的談判 核彈 然後後來又介入了 伊朗的核武的協議 那因為希拉蕊當國務卿的時候 他就是主要幕僚 那伊朗核協議 事實上是歐巴馬任內嘛 他就是主要的談判者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那伊朗核協議當然 美國當然希望中國能夠來談 談出一個框架吧 因為中國對伊朗有特殊的作用 這個美國當然是清楚的 不過我想談的議題會蠻廣泛的 因為這個基本上還是在醞釀 從十月習近平跟拜登的見面嘛 在義大利 所以目前看來有譜嗎 是不是 紅毯開始鋪了 不過那個G20那個一定要開的啦 我說齊拜會啊 齊拜會我認為一定會成啦 因為雙方都 因為這樣耗著 對雙方都沒有好處啦 而且基本上那個時候 拜登的預算也過了嘛 所以拜登沒有必要在那邊演了啦 因為他現在之所以要演成 一副反中大將的樣子就是 要把他的預算定義為 反中國的必要預算嘛 那讓共和黨比較難批評他嘛 不然共和黨一定說你這個就是 民主黨的預算嘛之類的 所以他最近還是會有一些調子拉很高啦 那所以為什麼中國大陸一直 好像不太有意願要跟美國見面 因為就覺得美國還沒演完嘛 就還沒演完啦 比如說舉例啦 拜登最近市場有很多混淆的訊息啦 是 比如說 比如說去日本然後 日本就副首相嘛 然後兩個防衛大臣都出來講一些話 政府防了防衛大臣 然後這個軍用的運輸機不斷降落在台灣的機場 就他不斷有混亂的訊息啦 然後比如說對香港又進一步懲處 有一些官員又被懲處 然後對新疆的實體跟個人又做懲處 對 就他不斷的有一些混亂的訊息 那不知道何時會停止啊 還有包括新冠肺炎要調查起源嘛對不對 很多啦 所以我覺得北京也不急 北京就說我看你到底要玩到什麼時候 因為他知道你要通過這個預算嘛 那預算 你一定要把那個張力拉到最大 那共和黨比較難批評拜登嘛 那預算一旦過了之後 他也知道拜登有所求啦 比如說美國的通貨膨脹這麼嚴重 所以他需要降關稅 那需要降關稅 那一定要跟中國來談一個 我覺得一定是一個後川普的架構啦 因為如果只是簡單減稅 那對拜登意義不大 因為這個在小兒科了啦 他一定要運作出一個好像是 我是要結束川普那個貿易戰的那個框架 所以雙方大概就要談一些議題啦 比如說你是不是再買一下我的農產品 那再買一下我的葉岩油啦 那相對上我們是不是氣候變遷的議題 來做一些合作啦 那你對中國的太陽能的設備 你不能再繼續這樣再制裁下去吧 中國一定會提出一些要求啦 那另外就是貿易戰的關稅嘛 那關稅相對上當然雙方就會談出一些 那我如果給你降關稅 那中國一定不會只要降關稅啦 中國要的就是減少科技制裁啦 我說實在話啦 那就是美國可以答應到什麼程度啦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在等啦 就是說你到底準備好了沒啦 所以為什麼是讓謝鋒先跟他談 因為王毅就想說你大概會跟謝鋒 講一些可以合作的方向嘛 那如果那些合作的議題是有價值的 那王毅再進一步跟你談嘛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姿態啦 那如果所以有可能到謝鋒止步啊 我覺得美國人做法不會這樣 因為他們會佈局的啦 因為你知道725 726才見面 我坦白說你距離10月才剩兩個月 那其實時間也蠻趕的 兩個多月那你雖然拜登到 預算通過之前還是一副強硬派啦 硬派的樣子 可是你要鋪陳嘛 你要有一些人開始走動啊 那開始知道說在這個競爭之外 我們還是有一些合作的可能嘛 那事實上葉倫前幾天講一句話 也是很耐人尋味啦 他說這個美中貿易戰搞了半天 對美國消費者不利 他講這個好像是總結式的你知道 醞釀那個 他就在醞釀那個氛圍嘛 那他事實上已經知道 美國中下階層已經受不了了 因為通貨膨脹確實已經出現了 那他們生活的品質在下降 那美國不太可能再印鈔票了啦 因為現在那個基礎建設那個案子 有點卡住啊 就是卡在那個裁員 雙方意見不一嘛 就是到底你要做那麼多 印那麼多鈔票 那到底錢要從來也來 那這裡就卡住了嘛 所以你真的要讓中下階層 迅速生活好轉 最快的方式就是降低關稅啦 那這個最多的就是卡在中國的關稅嘛 因為25%嘛 25%下降的空間實在是太大了啦 而且方方面面嘛 幾乎包括所有的民生用品 所以我認為我覺得 我覺得中美大概都已經秀到這個方向了 那只是說現在不好說啦 因為說了拜登就 那個預算又要被人家說你是不是要讓步了 而且川普那個 川普那個警議會都準備好了 就是你只要一讓他就開始K你 所以你看你看他又讓步了 像不像台灣的政黨二人 事實上共和黨就擺平要做這件事了啦 就是拜登你看你讓了吧 從第四季開始 然後從明年就要選舉了嘛 所以我覺得拜登也是沒有辦法 他也知道共和黨會這樣打他啦 可是他一定要穩住他的中下階層嘛 不然明年怎麼選呢 對